WTO 剪輯 WTO 剪輯 WTO 剪輯 歡迎收看WTO 剪輯 走訪大江南北到世界各地 你會發現台灣真的很厲害 就是小小一塊 但是從南到北都有不一樣的特色 沒錯沒錯 每個地方都很厲害 尤其是雲林啊 為什麼還沒說雲林啊 因為本人出生在雲林 是不是 你看我們的蒜頭這麼的厲害 對 還有我們的柚子這麼的厲害 好快 是不是 然後我們每天都愛不愛喝咖啡 愛不愛喝 我們咖啡不小心得了一些獎 超不小心喔 對 真的不小心 但我跟你講 厲害的不只是雲林 不只是雲林 今天大家都要來說說他們覺得 他們現在居住地方才是最優秀的 沒錯沒錯 那今天我們就以台中為分界點 對 對 首先是我們台中以北朋友們 對 要來介紹一下 好好來自 居住的地方 你好 我來自台北 你好 雙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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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台北人都長那麼高嗎 當然沒有 還好沒有 好 好 小四 我來自桃園 謝謝大家 好 接下來是NICO 我是台北大安區 天龍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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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跟住天母的都天龍谷 對啊 對 好 天母 我是台中 有錢人 不 我跟你講 全台灣最多有錢人的地方 就是台中 台中 真的 好 接下來是我們的雪兒 我是花戀人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好 接下來呢 這邊是我們的台中尹 對 歡迎你們 好 尹莎 好 尹莎 我是高雄郎 高雄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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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凱莉 你 我當然就是彰化人 有姓香 有姓香 但我不安靜 好 看得出來 我們都知道 好 接下來是我們的Stella 我是屏東的恆春 哇 真的 好 Kevin 一線抖六四 那個 好 太誇張了 好 葵帆 高雄郎 耶 好棒 真的 因為他們現在居住在那邊 都會覺得 我現在居住那邊真的很優 沒錯沒錯 真的要跟你們說 趕快來我們這邊 真的超優秀 不管是吃 住 空氣 都很棒 對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 好好來講講你們的地方 到底有多麼的好 對 然後其實大家手上應該有那個 覺得很優秀 你就給他一個讚 好 讚 好爛 來 手就不要讚 好 就搗讚 好 那第一個我們要先去哪裡 我們先到最南端 最漂亮 國金之南 國金之南 沒錯 國金之南就是 去了就不想離開的地方 真的 真的 所以你一來台灣就是去屏東嗎 幾乎 我先半年在台北 然後到屏東 然後連住人 就再也沒有離開了 對 沒錯 哇 因為有很多原因為什麼 我們屏東很春很棒 然後首先是 因為我們空氣品質很好 對 所以每天不管是夏天或是冬天 都是藍天空 這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大家都想要搬下去 然後接下來就是大自然 大自然應該不用講太多了 對啊 我們就是有很多 很漂亮的海邊 好漂亮 超小顏色 太美了 超棒了吧 你看得到它的腳耶 就是真的很棒 很漂亮 所以海邊是一個 然後再來就是有很多 就是也不只有海邊 也有那種草原 像我們家後面就是龍盤公園 龍盤大草原 對 所以這個就是我家後面的一個 秘境 秘境 對 我會走路可能 三到五分鐘就有這個草原 然後還看得到海 然後再來就是有戶外活動很厲害 比如說我們有 就是當然可以遊遊 或者是爬山 就是玩瀑布 但也有衝浪跟浮潛 對 然後就是想要給大家看一下一個 影片想要說服大家 哇 這個厲害的影片 我們來看一下 哇賽 你這個第一個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就是那個穿翻石那邊 就是可以跳牌 穿翻石 然後其實那邊就是浮潛也還滿不錯 如果敢的話 但就是那個礁石比較好 水真的很美 太爽了吧 這真的很美 這個該不會是花瓶眼 是小琉球 我們是小琉球的 全翻石 這裡就龍排我們家後面 其實它拍都很簡單 這就是祕境嗎 對 所以它都是空拍就這樣子而已 就是風景 真的就很美 好漂亮 而且我覺得屏東的自然生態 保育得非常好 對啊 然後這是滿重沙灘 比較少人去的沙灘 就是很大自然 因為我覺得像南灣什麼的都 比較商業化 可是這裡就是沒有人 從哪兒 從哪兒 沒有東西 所以如果你想要都市感 或者是沒有人的地方 通通都有 對 都有 對 好想 然後這裡是 這個就是南灣 然後就是可以SOP 也可以游泳 除了水上的活動 南灣的水這麼爛喔 好爛喔 其實我覺得 那一間已經不算 不算特別爛 我昨天從就是南部上來 就超爛 真的是 要穿下來拍照 好漂亮 來 來...有沒有不認同的 這位大哥 你擺錯了 你是不是人啊 怎麼這樣子才不會 我跟你說 因為我們是以居住在那邊 來當作一個想法 出發 但是當然屏東墾丁 那是非常適合度假的地方 你去個一個禮拜 你會覺得生活過得好慢 是 好慢 好舒服 然後坐在沙灘上面 喝個啤酒 慢慢的 你就會得老人吃在這裡 沒有 真的 但是我覺得那邊 對你來說的確危險 因為那個海鮮太多 你有痛風 對 沒錯 對 海鮮那麼便宜 你不能吃 怎麼辦 太危險了 怎麼誰受得了啊 所以那邊對他來說的確是危險 對啦 而且海灘那邊 又沒有那個電動 電動的那個 輪椅 不好 對啊 沒有啦 我自己會覺得說 居住在那邊 要居住的話 我自己還是覺得有點 太慢了 喜歡都市 適合度假 對 所以我覺得喜歡大自然 喜歡放鬆 慢步調 對 是 好 緊接下來是我們的 NICOLE 資源充足 又國際化的城市 Exactly 對啊 Exactly 你需要什麼機車 公車 捷運 U-bike 什麼都有 交通真的超級方便 像是什麼捷運也是從台北開始的啊 U-bike也是 對 是最完整的 現在還有什麼 共享機車 跟共享車 台北開始的好嗎 拜託 而且台北 那個講座是 注意態度啊 而且很多國外 像是美國的辦事處啊 或是很多國家的辦事處 都是只有台北才有 是 所以真的 台北真的是很國際化 我之前在台北就是 一年級開始交ABC 可是我之前 呃大概十歲的時候 大概三年級的時候 嗯 有去雲林念過一兩年的書 是 他們是從三年級開始 教ABC的 所以台北更先一步 走在國際的尖端 哇 真的 誰需要國際啊 交通方便 又國際化 誰需要國際的 我們就保留我們台灣 當地文化好不好 好 而且重點我們台北 對不對 對 對不對 你想要逛書店 24小時都有書店 還有釣蝦場 真的 太多好玩的地方 你晚上不用怕無聊 上次去什麼外縣市 晚上八點差不多都關門了啦 你就只能回家睡覺了 對不起 不好意思 你是要講到人家投你嗎 對不起 也許很方便喔 還沒開始講之前 我就已經準備好了 我也是 還沒多 因為他們也不 他們也不是北部人嗎 對啊 我還沒 公布嘛 你們請另外一位 台北補充 對 如果你們不是 不是那麼喜歡他的話 那聽我講 對 你們可能 因為大家 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台北就是那樣子 全世界的首都 很少有像台北這樣子 離一個山這麼近 比如說我們北投 北投就很棒對不對 又有洋泥山 然後又有溫泉 然後像 而且他也有很棒的一個歷史 像前一陣子 大家都不能出國 對 大家就很想出國 就很流行的偽出國 去到北投那邊 北投那邊 你看像是那個 北投的圖書館 很漂亮 日式的一個建築 對不對 你到那邊 你就可以拍很多那種 假裝自己好像在日本一樣 很棒的照片 然後而且接下來呢 那邊有很棒的一些人文歷史 然後又有很多好吃的美食 你光去北投市場 想吃那個野菜 滷肉飯 然後完了再去喝一個 一袋紅茶 多舒服 然後那邊 但是你要高消費的享受也有 也有很多很高級的那種 溫泉飯店 完全日式的那種服務 有女將在那邊 就是幫你照顧你的一些 呼床 對 非常非常棒 所以說北投這個地方 我是非常推 大街 大推 還非常好 還有九家菜 九家菜 我跟你講那個 魷魚螺肉蒜 你們沒聽過了吧 對不對 你只會穿 你只會穿旗袍 你有聽過魷魚螺肉蒜 我可是 我看他在那邊打哈欠 我可是住過北投好不好 你不要在那邊 假設我什麼都不懂 在北投你那邊打哈欠 那個補充的劍好就收 你講得不錯 你講得真的不錯 真的是 接下來的話我們要來投票 我們投票呢 是針對事情不針對人 好 OK 請投票 好 可以啦 可以 不要針對人 你們兩個 我覺得他講得沒錯啦 等一下 為什麼 就Stella聽得懂我來說什麼 韋帆這麼善良也覺得不好 你幹嘛要這樣攻擊他 我最討厭的城市是台北 把藝人跟台北人一模一樣 他們都會說他們的城市是最棒 然後 是以為是 區別的城市什麼都沒有 感覺我們很爛 是啊 Stella很自讚 為什麼我說讚嗎 因為我確實覺得台北算是一個很特別的大都市吧 對啊 又有溫泉可以泡 又有山可以爬 又有山可以爬 有國家公園 對 你去倫敦你才會發瘋 我覺得台北真的不算急 人家要客氣對不對 人家會拍對什麼 我覺得可以接受 對 我覺得高雄也是一個很繁華的地方 沒錯 沒錯 沒有壓力的大城市 對 所以我來說 在全台灣高雄是最舒服的大城市 因為 比如說我們的前期每天都很好 都是 今天 但是我每次來台北的時候 都是 雲天還是下雨 然後今天來台北我真的嚇到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太陽 什麼太多災害 今天第一次看到太陽 嗯 你平常都是天亮才睡覺的吧 沒有沒有 我每次來台北的時候都是喜歡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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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高 尤其是今年太陽 而且高雄的熱呢 它雖然就是太陽非常的大 但是它的熱是不是那種潮濕的熱 因為台北有時候熱是悶熱 可是高雄熱是會讓你很舒服流流汗 然後 因為我們是盆地 對就是你騎車啊或什麼的都不會覺得就是很不舒服 它就讓你暢快的那種熱 所以你們中午12點也是有勇氣騎摩托車出去嗎 沒有 真的假的 就習慣啦 你可以看到騎的時候前面那個柏油路就這樣 那邊 還是盛樓這樣子 對 然後你還是會騎得很開心 對 就是習慣了 因為其實在那邊 你們很懂自得其樂 騎機車是非常方便的 對 對 像說 在高雄我們騎機車開車都很方便 因為我們輪路真的很快 好 超大 而且你們房子都好大的 對 後天 我前幾個月去那個柏兒 柏兒 那邊有那個大工演唱會 然後我在那邊擺台買甜點跟羅馬式披薩 哇 然後在那邊上班真的感覺你在房價的 沒有上班的感覺 對 我覺得那邊真的很棒 對 好棒喔 所以你來台灣也是一開始就先住高雄市 我第一天來台北 然後我覺得受不了 然後馬上去高雄 然後從哪一天 一天 一天就受不了了 然後從哪一天我都在高雄 你是離開台北之後 到高雄就發現說你不適合台北了 對對對 就不回來了 一天耶 一天啊 沒有這麼快啊 我一天往上去睡覺的時候 最近啊 沒辦法回來這裡 高雄其實真的非常熱情 因為像有時候啊 我們去夜市的時候 如果你遇到認識或熟的攤販 他們會直接請你吃東西 就是認識你 然後因為像我家裡是在高雄的 比較偏鄉下地方 我們就是有很多的田啊 大家都會就是像阿嬤 或者他們都會去田裡工作 家裡呢你只要打開門 你很容易就看到門外面會有一袋一袋 來不同的鄰居送的蔬菜水果 就會送給你這樣 然後就是禮尚往來那種感覺 就會跟所有鄰居打成一片 我覺得在台北好像很難這樣 就是你對人家好一點 你會想說 怎麼要幹嘛什麼之類的 而且門口有東西想說 不用拿好了 不敢拿 會不會有毒啊 台北你門口放個鞋子 隔天單子就來了 所以我覺得就是人情味這部分 是真的還滿有感的 而且消費也滿便宜的 消費也相對比較便宜 很多大都市比賽便宜 還是有差 好的 所以你們認同嗎 認同請給讚 讚一個啦 高雄耶 讚 高雄耶 讚 讚 都滿高的 算是還OK 學啊 為什麼不覺得 你剛剛跟我講高雄的人是不一樣的 但我記得我好像兩三年前去高雄 然後我整個身體被掃掉被烤掉都不行 被烤掉了 真的被烤掉了 我們在那邊騎腳踏車然後 我要死 我要 太熱了 因為我對高雄有點怕怕的 因為我覺得真的惹到你整個腦袋都掃掉 是 因為我在台北我在外面滷過很多東西 我從來沒有沖塑過 來高雄 你是不是沒喝水 有啦 很多 對 因為高雄缺水 高雄 那年以來 沒錯 我一直想要跟韋帆講 不好意思韋帆 你說我們台北都在下雨 因為我們都要把台北的水往高雄送 不要這樣 你們暑假都是暑假 可不可以請台北人不要發表 我們大家都是一家人喔 支援共享喔 支援共享啊 不過高雄的票數真的滿高的啦 大家都還滿喜歡 來 接下來我們請我們節目最誠懇的人 來為我們介紹他住的地方 阿東 哈囉 我是介紹台中啦 是 台中的天氣是最好的 對 有嗎 我們平均下雨連續超過一個禮拜 非常的少 是 可能下個三天 然後就休息一天 放個太陽 再來下雨繼續下降 連天氣都特別的悠閒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對 我覺得台中真的是一個 非常適合居住的地方 是 我們的綠花做得很好 對 你到處 對 草無道啊 還有柳川啊 那些 你到處都會看到草原 你看 都是這樣啊 超美啊 而且在有時候元宵節 為什麼它有燈會 會有一整條 對 還有那個花對不對 對 那個 柳川以外 我們還有一個草無道 草無道的話 一介紹這個的話 就是平常的話 我們 假日的話 都會看到很多人 可能躺在草皮巷 就是去野餐 對 去野餐 我每年過年的時候 都去台中住個幾天 對 然後 帶小朋友在那邊玩 對 還有就是 雖然它這個 這麼大的一個草皮 但是也是在市區裡面 真的躺到累了 旁邊買個啤酒也還方便 就是什麼的東西 對 對面就是秦美 而且每年那個爵士音樂節 都在這裡舉辦 對 所以我就覺得 台中真的是一個 非常適合居住的地方 然後還有就是 我們還有保留很多 那種日本的老建築 對 所以便是 你說高樓大廈 也沒有到很高 但是你說 我們要那些買的東西 什麼品牌 你家台中全都找得到 還有 真的 還有一個小祕密 你會發現很多有名 打到國際的餐飲的品牌 都是從台中起家的 然後很多 台北 不敢說很多 反正有一些 台北也是很有名的品牌 來到台中一年就到了 我們CP值不夠高的話 你不敢在台中開餐廳 活不下去 而且有陽明國際的 珍珠奶茶的發源地 就是台中 對 而且還有重點就是 我們連續五年 被評為那個 最想移居的城市 你現在才拿出來 不然我們都忘記了 真的 我也忘記了 那故事講太精采了 就是聽下去就聽下去了 真的 而且台中真的 很多文青的感覺 所以大家現在 把你手上的牌拿好 你認同嗎 請舉牌 還是這麼多不認同 好慘喔 有耶 只有你會不認同 你認同 認同 紅色是認同 認同啊 只有雪兒不認同 只有你不認同 對不起 為什麼 我剛剛看到你的照片 因為我是住在華蓮 我看到你的綠色的 很多灰灰的 不是你們的綠 你們的綠才是真的綠的 對嘛 然後我上次也去台中 然後我有點嚇到 我去西村 西村去然後都是大樓 我真的現在感覺 因為我住在台北住八年了 然後現在住在華蓮 然後現在回去大城市 我一直都覺得 我真的是變成鄉下人 那剛剛雪兒你講這個問題 我也認同 所以我才覺得 彰化非常棒 你不會在彰化中暑 也不會在台中中暑 但我們有一個差別 跟台中有一個差別 我們沒有大城市大樓 大家應該都知道 彰化就是一個比較偏僻的地方 比較鄉下很農地很多 但其實我們離大城市台中很近 其實彰化人是很聰明的 他們懂得怎麼過大城市的生活 但也知道怎麼過偏僻鄉下的生活 可以凝聚也可以吵雜 對 你在彰化雖然它是個偏僻的地方 但是這麼接近城市 你買得到你需要的東西 你一定在彰化買得到 你不需要那些東西 如果你在彰化買不到 表示你不需要那些東西 能進能動的地方 超舒服的 超舒服的地方 好 給不給讚呢 請選擇 都是好朋友不給 所以你們彰化有沒有牌子 可以代表你們彰化的牌子 我也忘了 台灣的四外桃園 不錯不錯 接下來花蓮 花蓮是什麼呢 你的板子 我是花蓮的代表 好山好水好單純 真的 真的 我現在住在花蓮住一年了 但是我每天都看了 我還是覺得好美 我一出去這就是我 你家外面長這樣 對 我隨便拍都拍得很美 那個山太美了 對 然後你看台中的風景 然後他說我們就很旅 然後我們就公允 然後我就跟 好啦 我收回去 好啦 我們的山很美 然後其實我在德國北部長大 我們德國就是要嘛 我們有海邊 要嘛 我們有山 就是北邊有海邊 然後南邊有山 花蓮什麼都有 而且都好美 你看喔 哇 這個海呢 你可以 你贏得過 你贏得過他嗎 沒有 這是太魯閣嗎 那邊 清水段 清水段 我那時候騎摩托車 我那時候剛從台北搬下去花蓮 我就是騎我老野郎 從台北下去花 你騎野郎 對 然後就隨便拍的 好美啊 這就是我們公園 哇 你們的公園 我們的公園就是站著怎樣 太美了啦 對 天啊 哇 你找到公園了 你看一樣的公園 可以衝浪 可以去衝浪 可以去看海邊 是 然後你看海邊後面就是山 是 多漂亮 然後很單純就是因為 我現在有交了很多原住民的朋友 是 然後我覺得他們的個性 其實跟外國人很像 很可愛 對 很可愛 然後很單純 沒有心機 我就很開心很棒 然後大家都說 欸 要不要聽個原住民歌 因為我本身是很不愛唱歌 但是你一走下來 你就 你知道那個 可以幫我拿 那你今天可以唱一下嗎 好 那我用個保麗的 哇 這是 麥克風 對 這是我的麥克風 像是去國路也是一樣啊 就是用保麗的 然後當麥克風 然後我朋友在那邊唱吉他 好 這首歌就是阿美族的歌 好棒喔 pping 啊 因為我害羞嘛 你唱成這樣 你害羞 超好聽的 超好聽的 你是喝完是不是 怎麼這麼嗨 所以大家覺得花蓮如何呢 要不要給讚呢 一半 好啦 給你 小思為什麼你覺得 其實她講的好 對 什麼都好 但是我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不是沒有去過 我有去過 但是我發現 太遠了 就是比較不方便 如果說要居住的話 沒有啦 把泰國都搬出來 這些人真的很麻煩 你們想說前門打開就是花蓮 後門打開就是台南 對 有啊 台灣有這個地方 好 待會兒給你介紹 對 好 絕對不是你家 我會講這個地方呢 我相信 現場的百分之八十的人 應該都從來沒有聽過這個地方 哪裡 或甚至百分之九十 對 斗六 那為什麼我會選這個地方呢 因為斗六是我爸爸長大的地方 是 那剛剛那個燕君有提到 就是 骨客人的咖啡 其實從斗六到骨客人 也是挺快的 就是十幾分鐘的到 大家每天都一定要喝喝咖啡 對不對 所以喔 斗六一定也可以喝到咖啡 對 還有 剛剛你們所有講的 娛樂性一定沒有這項 什麼 就是 遊樂園 建湖山 建湖山 對 我跟你說 你知道從斗六十五分鐘 就可以到建湖山完了耶 摩天羅什麼 剛剛高雄說 有意大 有意大 可是建湖山不是全台灣最大的嗎 應該是全台灣最大的嗎 好 好 好 沒有OK 最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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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已經好 那我想先問一個問題 你有牌子嗎 你有牌子嗎 因為我太記得 我太記得 代表日本 台灣的 出發 沒錯 雲定其實也算是台灣農業的首都 對 可以 你也是用名 那我現在講像那邊的咖啡廳 你們看一下 這是 哇 你會彈鋼琴嗎 這個是咖啡廳 這是咖啡廳 這是那邊的戶外的環境 這是同一家咖啡廳 同一家咖啡廳 超棒的 超漂亮的 超美 像像嗎 不像 不像 一點都不像 國外 不像啊 不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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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 那像胡偉的話 雲你也是有文化喔 你們誰喜歡布袋戲 哇 這是誰喜歡 胡偉就是可以看到這個 這幅很棒很棒的素環 很厲害喔 很台灣 這是鐵鼠的 金屬的 金屬的 對金屬的 對金屬的 它是感覺像是用鐵 會不會去做出來 很酷 好棒喔 超厲害 超厲害 對 還有 因為我本身就是非常 喜歡台灣的民間信仰 所以我會常常跑去 跑去那個彥均的家鄉 我會去北港 對 我會去看就是那邊的靜香團 對 很有趣 然後就是全台灣很多靜香團 都會到北港去 去那邊 然後就是有很多鞭炮啊 到馬祖 對非常棒 所以生活技能好 那邊也有雲科 就是很多學生在那邊住 然後交通又好 吃的又好 然後又有娛樂 又好喝的咖啡 讚 好棒喔 雲林 我們這算是我們 空氣很髒 空氣很髒 什麼藍色有點多喔 空氣很髒 一半也是一半一半 太髒了 那邊沒有大樓 全台灣最髒的空氣 沒有大樓 在雲林 沒有大樓 公園去比較遠 空氣都是有好的時候 又不好的時候 對 我來自一個很愛咖啡的地方 西雅圖嘛 我們會把咖啡弄得很有名 就是因為我們的心情很不好 所以我就想你們天氣一定是好的 因為你們也是靠近我們最好的髒話 我覺得可能你們想要興奮一點 你們才會有做咖啡的 所以我的考量是 那你們生活真的是還蠻無聊的 才會做出咖啡的東西 還有髒話我們也很悠閒喔 全台灣最快樂的快樂珠 快樂珠 對 快樂珠 所以我每次去雲林都很快樂 對 但你不會選擇住在那裡 你不會選擇住在那裡 去那邊是很快樂的 可以暫時在那邊玩他們的遊樂園 然後剛剛 一直有聲音的 桃園 桃園的朋友 來來來來 桃園 那我介紹了 對 我覺得我們桃園是 勝過全台灣的肉比 哇 誰敢跟我這樣比 沒有 誰敢講這種話 對 終點是 好 來 我有原因的 去桃園不用出國 就很像出國 怎麼說呢 像我們要去日本村 是不是要去到南投 那邊要怪文 其實去桃園就好了 為什麼呢 桃園有這個地方 叫千本鳥居 鳥居 很漂亮 這個很像日本耶 對 這個地方就會有很多 就是很多日本的東西 的造型 然後我們也可以租和服 對 穿 在那邊逛 拍個照這樣子 這個好像在日本喔 對 好像在日本喔 還有喔 我們桃園 對不對 如果說想要運動一點 我們還有更國際的 就是球場 棒球場 棒球場 棒球場喔 是最大的 在桃園對不對 對 然後去了 棒球場對不對 如果要出國好 可以出國了 直接到機場 同一條線就可以 棒球場 然後又可以出國 對 根本都不用 但是我還有另外一個地方 我們可以去看看 因為這裡呢 算是我們有老街耶 哪裡呢 不知道 好 就這裡 大溪嗎 這個算是我們大溪的 大溪 不是老街的 這個是大溪橋 對 吊橋 晚上你去喔 燈光會非常漂亮 很適合去談戀 對 真的 或是老夫老街去散步也可以 對 散步 然後風景也很好 對 而且你們的房子 比台北便宜很多 對 便宜很多 看到那個稻草 像他們介紹的 桃園很多 所以可以 桃園第一 OK 第一次讓桃園 他講過完了 好 很漂亮嗎 很棒 很棒 一定好相處 對不對 各位想要知道桃園 有什麼樣的好的話 自己去查一下 好的 好 謝謝 桃園真的很棒 所以我們這樣 這個讓下來 桃園最棒好不好 好 好棒 但是接下來呢 想要叫大家 幫我們介紹一下 就是很具代表性的東西 讓我們可以知道 原來他們有這麼厲害的東西 我們來介紹一下 好 瑋瓢有幫我們介紹什麼呢 你們應該知道 法國人最愛吃甜的東西 所以今天帶的東西都是甜的 哇 那幾個是起傘的餅乾 那你們去起傘的時候 都會發現都是香蕉 對 所以都會喝香蕉冰紅茶 或是香蕉蛋糕 是 那今天是香蕉蛋糕 香蕉蛋糕 這個嗎 我們大家都有對不對 我們來試試看 聞起來味道不太一樣耶 就有香蕉味 對 有個椒味 對 大家可以聽一下 有香蕉 有香蕉的味道 因為它香蕉是到後面 慢慢吃出來那個香蕉味道 而且它這個味道是 你聞不到 但是你吃進去的時候就有了 好吃嗎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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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甜 而且它香蕉味道是越來越濃對不對 對 而且你吃完之後嘴巴會殘留一些香蕉的味道 香味 接下來還有呢 那另外一個是 我剛到高雄的時候 我的朋友一直給我說要去房山買那個 木蘭的花生湯 花生 對 好 然後這個水 你 好像怎麼樣 你遇到熟人是不是 花生什麼素 這麼誇張 你覺得它好吃的點在哪裡 因為台灣有很多地方產花生 雲林也有花生 它不會黏牙 而且不甜 不只黏 然後花店說很多 天龍都能說話了 兩個都說話了 好吃 對 終於沾沒台北以外的地方 而且這個花生糖啊 是我每次回高雄的時候 要送給外地人 我都一定會選這個 因為他們都會非常喜歡 因為他們也很甜 然後外地人不管是 大人小孩都會喜歡的味道 然後它吃起來的時候是算乾爽 它不是那種很黏膩的 對 這個真的好香喔 對 剛剛大家吃的都是一片 好吃 很香 而且甜度也很剛好 讚 讚 謝謝 老師 那我要介紹了我桃園的好料 就是這個是我第一次來台灣 我覺得這個非常非常好吃的東西 然後因為我們桃園有很多 客家人 對 客家人 就是多元化文化這樣子 所以我先生呢 就買了這個東西來給我 就是 各家菜包 這一個超大 對 這個是我找上台去買的 然後這個菜包呢 為什麼我覺得非常好吃 第一個 它是用原有的那個糯米 糯米的 用米 最純的米的下去做 因為米的吃起來感覺就不一樣 它沒有那麼的黏 對 你一咬它就覺得咬斷 而且在嘴裡面也不會要咬太久 就是很舒服的感覺 對 然後很Q 對 然後咬下去你看那個蘿蔔 蘿蔔絲好多喔 對 蘿蔔絲非常多 然後它 它調的那個味道非常好 有胡椒 胡椒嗎 在裡面 對 口感非常好 而且它裡面好濕喔 因為它裡面的那個蘿蔔絲 它很多 所以它水分也放在裡面 對 水分還有很多這樣子 好吃 這個真的滿有客家風味的 對 很客家 就是胡椒粉很多 然後裡面真的很紮實 對 很重口味的 對 很重口味的 很好吃 不過很愛糯米 很好吃 給你個讚 耶 好 來 農業的首都 那我今天帶來給大家介紹的這個是 最近在雲林非常非常紅 就是很夯 就是這個改良版的喜餅 對 它裡面 它不是原型的 改良版是什麼意思 它裡面是有麻糬 對 然後有肉燥 然後有芋頭 對 還有蛋黃 對 還有蛋黃 Oh my goodness 變年輕版的 因為我覺得台灣人 現在口味就是喜歡吃 這種鹹鹹甜甜的 對 然後有點QQ的口感 這可能就完全融合了 阿東你喜歡這個的口味 你可以幫我介紹一下嗎 這個 就咬下去很Q 然後甜甜 那個是 剛剛說是芋頭 芋頭 芋頭因為有一些 處理得不好的話 是有一個沒有很好吃的味道 但那個就很順口 然後那個QQ 那個口感這樣酥酥的 你就覺得 整個在口裡爆炸的 我覺得它最好吃是因為 它沒有辦法一口吞 所以你在嘴巴裡面 一定要咀嚼一段時間 對 那咀嚼過程中 它那香味會越來越香 越來越香 它有一點點奶油的香氣 那個油香 可是又沒有那麼重 沒有那麼重 對 所以就是很 超好吃的 好吃 而且我剛剛很意外 肉鬆他們都有吃耶 因為他們不是都覺得 肉鬆很像他們自己的頭髮 對 什麼 他們都OK耶 不可以是台灣的廚房對不對 沒有 謝謝 謝謝 好 來到台中了 阿東 我們的 這是今天要介紹 比較傳統的東西 因為其實台中的話 我跟他說 吃餐品CP級很高 很多年輕人過來都會吃烤肉 烤鍋 對 但是你今天介紹 是你們獨有的 全台灣只有你們有 對 沒錯 第一個就是大麵羹 真的 這個 這個大麵羹其實 它都是有一點麵 但是它都會做得比較粗 是 對 它真的有點像烏龍麵一樣 這麼粗 對 再粗一點 而且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其實我們香港也有一個 比較類似的餐點 對 我們叫這個狗仔飯 不算是一樣的東西 但是那個風味真的有點像 對 然後我就覺得 讓我吃到也是有點想家的味道 我原本以為這個是全台灣都有 後來才知道的可能是 只有台中有 對 而且這是台中人的下午茶 對 因為我吃起來很像 我們美國會吃的雞肉麵湯 它味道很像 我覺得應該是蔥的關係 很好吃 就是很有家鄉味 我也是 有我們香港的家鄉味 好吃 好 還有一個第二個叫 螞蟻湯 螞蟻湯 這個也是台中 而且這個比較特別 它是一個植物 對 但是其實現在 在台中的話 也沒有很容易長 為什麼現在 越來越少人去做 因為其實它很費工 是嗎 他說也要搓 然後之後就 現在的話 以前我聽一些 二十幾歲的年輕人說 他們小時候 在幼稚園的話 都會把這個來當小典型 所以你沒有放地瓜 對 放地瓜 因為如果不放的話 它會比較死 它對身體很好 對 對身體很好 而且夏天很消暑 現在是夏天季節限定 而且其實它這個 不是特別去勾籤 它就是這個植物 本來就會有 這樣濃厚的感覺 對 所以它其實就是非常 清涼退活 對 然後又是一個 鹹湯的感覺 好 謝謝阿通 謝謝 謝謝 接下來因為我是 在士林北投一代長大的 是 士林北投最有名是什麼 酒家菜 所以今天呢 我帶來這個排骨酥 它的那個味道 真的很好吃 因為它稍微醃過之後呢 是 稍微再把它拿去炸 然後這一家呢 連續四年得到 米其林一顆星喔 所以他們家的台菜 真的是每一道都有名 雖然那個肉它有帶油 但是那個排骨本身的油 所以它吃起來就是 很舒服 很香 更厲害的是 你知道裡面的肉啊 它那個醃的那個 味道都進去 裡面最裡面 對 超好吃 你看 肉都沒有 乾乾淨淨 超乾淨 真的 好吃到沒 無話可說 好吃到無話可說 真的 所以這個也是 台北的名產之一 耶 耶 這個好吃 台北 好 接下來是 屏東 對 屏東 那我最想要帶上來的是 衝浪板 但是有點大 就是高級的帶不上 所以 對 所以我就帶一些小的 像那個浮潛的面巾啊 還有比基尼啊 對 還有拖鞋 因為在肯丁大家都穿拖鞋 對 然後每次我來台北的時候 我穿拖鞋 我的台北朋友都會笑我 他們說 在台北比較不會穿拖鞋 而且還有人覺得 穿拖鞋是沒禮貌的 對 太輕鬆了 對 所以如果是真的沒禮貌的 整個肯丁都超沒禮貌的 真的 如果去肯丁如果穿包的鞋 大家才會覺得你沒禮貌 對 肯丁穿這樣的人有嗎 很少 有可能 有一個 你可以是第一個人去那邊穿這樣子 去機場 去機場開車 對 好 雪兒 雪兒 來 還我了齁 對 還我了 好 我又帶兩個 一個是 因為兩個現在也很難講 就是哪一個是阿妹族 哪一個是泰魯閣族 我帶 他 我朋友就說這個 這個長的就比較偏泰魯閣族 然後這個比較寬一點的 就是比較偏阿妹族 但是現在不管每一個族 他們都說你想用什麼刀 那你就用什麼樣的刀 就沒有差 然後他就說如果你要 介紹原住民的文化 那你帶這個刀 因為為什麼 他們還可以去打獵 他們去打獵會帶這個刀 所以他們如果遇到 譬如說山豬 或者是 就這個 對啊 好 我先給你單好了 對啊 但是呢 不只是去打獵 他們去用菜 然後用所有的東西 都是用這把刀 對 原住民很愛用這把刀 而且它上面的圖案 很漂亮 文路是不是也不太一樣 然後他們也就是用 用很多很特別的設計 譬如說這個 這把刀啊 然後 這裡都是用他們的圖案 我覺得很漂亮 我覺得如果你們去花蓮的話 真的很值得多了解我們 花蓮原住民的文化 因為反正 原住民就是先來的啊 對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多認識他們 真的 而且花蓮有一個 獵人學校啊 對不對 他都會 就是你去那邊 他就會帶你去 他就是 只要帶著一把刀 然後到森林裡面 他們就可以活下來 然後就教你怎麼生火啊 砍柴啊 那把刀子 很有趣 原住民有很多技能 我們一般正常人 已經沒有了 對 只是可以拋很快 然後可以在傘上睡覺 可以殺三豬 對 刀子可以拋 而且我自然就開來的時候 要刀的時候 也有遮開 我們都不敢 他們都很敢 花蓮很好 他們的刀子 他們的刀子每一個角度 都有他專門的用法 所以下面用敲的啊 用尻的啊什麼的 所以如果有去花蓮的人去玩一下 他們還有跟打自然有一個連結 我們已經沒有了 賣肉我們都去招市場買啊 他們沒有啊 而且他們一塊 一個山豬什麼都會用 他們不會就是一般就是內臟把它抖掉 什麼都會吃 什麼都會用 對 謝謝 謝謝 歡迎來花蓮喔 好 尹莎 我的話我覺得高雄有一個蠻特別的美食 它就是呢 這種烤黑輪片 就是算是其實在高雄以外的地方 如果有會看到的話 其實它招牌一定會寫 高雄黑輪這樣 因為它的話就是像這種 而且一定要用烤的 我們不是用灑的 就是圓圓的 然後像這樣超好吃 很扁很扁的 對扁扁圓圓圓的 然後它這個其實通常都會像在那種廟口啊 或是龍樹蝦啊 什麼那種小攤販 以前啊就是下課之後 超喜歡來吃這個 就是配著可能香腸啊 然後什麼關東煮 在下課的時候就坐在那個下面 就覺得哇 這個生活就是很棒 然後每次就是 其他人啊 如果來高雄的話 我就會帶他們去吃這個 因為北部好像是炸的比較多 對 反正就是圓的那一種 這樣聽下來我會有一種覺得 我們是不是適時在每個城市 都要居住一段時間 我覺得每個地方好像都很棒耶 對 而且我覺得今天聽到我們龍樹蝦新住民 在講他們自己居住的地方的優點 我覺得 有點汗嚴 因為身為台灣人的我們 很多地方我們都還不知道 沒有摸得這麼透徹 真的 你們真的是你們的地方專家 真的 謝謝 幫我們多多支持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的朋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